行動火車站外打疫苗 人潮團團包圍 繞了火車站一圈 行動不方便 推著輪椅的都來了 隊伍超過400公尺 預計8點半才開始 結果民眾來得太多太早 疫苗站提早開打 本來預計是8點半開始 然後因為我們 提早已經完成軍備了 有人6點就來排隊 從室內排到室外 疫情嚴峻 有三分之一的人潮 都是來補打第一劑跟第二劑 本來沒有在等 現在就算是比較嚴重 我就來突然 高屏地區不明感染鏈好幾條 屏東有天上人間可愛小吃部 15號確診加21 高雄則是八大傳染鏈 檢查局淪陷 還有不明感染源 確診再加58 16號又傳出南子區 有國中確診 國中傳出確診 本來只通知確診學生班級來篩檢 家長炸鍋認為全校學生都該篩一遍 校方才告知14個班級分兩間醫院 總共363人臨時通知來篩檢 又要面臨停課10天 疫情突然燒進校園 都讓家長措手不及 記者宋妹神張春華 高雄